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就讲一下欧盟 欧盟一个富裕国家比利时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国家 但是它们也发起了 跨产业全国大罢工 就是要求在高通涨之下 加大民众的购买力 要将购买力强化 这是比利时计 6月、9月、10月第四场大罢工 还有大罢工之余 还有一件事 令人有个联想 就是比利时在布鲁塞尔首都 原来 有 两名警察 就是 被人动手 动手的人 亦都是 被 扑伤了 人家就在想 究竟什么事 是不是和民怨有关 现在当然 警方是 在调查 动手的人 是动机 当然 这个动手的人 其实 就是 昨天 在比利时一个火车站 附近 用力气 向警察动手 其中一位警察 都挺重的 身体 受伤都挺重的 警察 就是 没了 人都离世了 所以 现在 这个 时势 大家 当然 这些事件 以前比利时 但是 这几年是稍为好一点 所以 不知为什么 不知为什么 这段时间 这么多的所谓抗争 测 在联想会不会 跟这些 社会怨气 或者生活成本有关 当然 现在 一切都在调查当中 都是调查当中 不过 比利时的 手上 德克罗 已经在社交媒体 向离世的人士 致以这个哀悼 亦都希望 其他的警员 是会更加安全的 当然 现在这样的时势 有人向 警察动手 有人就是 大游行 其实 说回大游行 就温和一点 刚才那些大事件 大游行 还有其他的一些 公潮 都是很大的 在比利时 那么 比利时全国 的这个 大罢工 其实 都影响了很多通勤人士 但是 生活成本很厉害 所以他们 亦都说 只可以这样 继续抗争下去 尤其是今次的罢工 是多个行业的 从 陆 上 还有 航空运输 到 加洛福 等等四大超市的员工都参加了 从学校 到地方政府机构 都是有工会人员参加的 那铁路 公司 就是开放民众 咨询一些什么专线可以搭车 亦都给民众一个都挺好事 叫做 通勤及 生活 因应指南 即是他们大罢工之下 你可以怎样做呢 他都预认了是几大事 那酒店业借 在每个 旅客的房间上面 就放了一条 小字条 就说现在有工业行动 提醒 交通已经停摆了 到处 都是 严震以待的气氛 除了多个交通线路停摆之外 部分学校、医院 警局等等的公共服务人员也加入 记住警察也有 好多人 已经是预约 一些非紧急手术被退迟 他们手上真是忙 刚才 才说他向 那些 离世警察的家属 为民 现在 又是要安抚 全比利时的这些民众 比利时的手上 德克罗就承认很多人 为他们财务状况感到很担心 但是呼吁 国民要团结 而不是挑起分裂 他都可以说你不加薪 挑起分裂 是吗 其实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现在就变得 异常安静 全城地铁 只有一条路线 运行 布鲁塞尔 机场半数航班 取消了 铁路 也是超过一半停摆 部分商店没开 连马路上也很少车流 比利时 法语 的一份大保 因为他们是两个地方 一边是荷兰话 一边是法文 这个晚信部就解释 原本早在19之前 大流行之前 上班族 已经有 罢工的 这些 叫做 挺好笑的 叫做指南搜册 搜册指南 因为他们经常罢工 所以 已经上班族知道怎样是有因应的做法 工会 他也宣布跨行业罢工 是 叫做大家合作成功 比起6月份那场8万人上街的大罢工 是 当然这次工会 就没有号召人 是大型的 叫做游行 而是各地 他今次不是一两个城市那样大游行 是各地都遍地开花 即 很多很多的小规模 更加厉害 风火连天 所以街头很安静 因为 连清洁的队伍 亦都是罢工 搞到 通街垃圾队 其实当地人 对于罢工是习以为常 但是 也很大事 而且 罢工也好 像刚才说的 向警察动手 那就不好 但是 今年以来 你要知道平民的 生活不是那么好 所以 经常说缓租乌克兰 其实有些人都顶不住 欧盟大部分国家 都创下了两位数的通胀数 比利时 10月份的通胀是12.3 亦是1975年以来最高的 比利时总工会 提出五项强化劳动 购买要求 首先 对能源价格设置上限 并且 如果欧盟有共同限价 这个政策 就是要 跟随着 但是欧盟的共同限价政策 是很难推的 有些国家不肯 所以比利时政府 就应该是单独先行 共同限价政策 如果欧盟不做 你怎样有barkening power 我想问你单独先行也没用 人家会不会为你比利时一个国家 改变价格 不会 另外 除了 通胀 那么厉害之外 但是 其他的东西都很厉害 所以 就希望 有一个机制 就叫做 Indexation Indexation 就是 除通胀自动 涨身的法定机制 你记住法定机制 现在当然 Indexation 这个机制 调整他们的人工 比通胀低 其实很难 有地方 是人工条度和通胀的加幅一样 全世界基本上没见过 劳资 另有定期的谈判 其实呢 现在的 加薪幅度 今年 就被冻结了 总工会 会要求冻结 因为他们觉得 劳资 另有定期谈判的时候 就不要单方面加薪 如果不是呢 如果你 当然如果適合你的 银码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你加薪 等于你没有了 Bugening Power 等于拆散了你 就是他担心 有人就 接受了 某些工会接受了 脂肪的加薪 其他工会 不加的话 等于无用 要团结一起 共同进退 那脂肪呢 是要求 停止 通胀自动调伸机制 工会 那 当然是要求 要求是保留 能源 企业 更加 要 这个是报理税 就是之前说的 超额利润税 亦都被称为 欧洲 团结基金 因为就是 他们贡献的税 社会福利 亦都要增加 为了勞工 是满足呢 比利时政府都希望快点解决 解决不了 另外 最搞笑 现在的劳工 是更加不满 因为 政府在11月 要发放的能源津贴 迟迟都未到位 而且比利时国家银行 发布的报告 亦都显示 企业的毛利 在上半年增加 但是 就 不让劳工的薪水能够加到足以应付通胀的 这个水平 当然 亦都有人 跟警察有点喊叫 有点喊撒 除了比利时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希腊 刚才我们说的 比利时有警察 被人 地拉低了 被人搞定了 不知道 跟现在的工潮有没有关 查根 但是有些 报纸也说可能有关 另外 在希腊 他们更加厉害 在希腊的游行 就爆发了 和警察的冲突 警民冲突 在同一天 在希腊 首都雅典 那 当然 就是 什么事呢 首都雅典 就是爆发 坏 和北边城市 塞萨洛黎基 有成千上万的示威者 又是罢工 要求升工资 游行期间 就和警察发生 大型冲突 警察就请他们 吸吹烈烟 驱散他们 罢工人士 亦是令到全国的 服务包括 杜伦和航班 是严重的 受到延误 或者是 cancel的 这个也是 希腊今年第2次 24小时大罢工 为了抗议生活成本的上升 所以 我们 就知道 其中 一些 举着橫厄的人 当然说 不财源不减薪 当然 不财源不减薪 其实 都是 很糟糕的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 那条 是比利时的 有些人就说 跟这些 社会怨气有关 就是这个 生活成本 但是 大马sir提供的资料 好像他们说 什么 什么主万岁 曼大马sir 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惊惊了 唉 说 这个 什么主万岁的话 很担心 其实 因为 有些人也说 比利时那件 说 就是 恐惧襲击 反正 现在的时势 你完全不清楚 大家 都是 叫做 在 一个 高压的环境之下 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之下 说回希腊 希腊 他的旅游业是挺好的 因为希腊其实算是早开关的地方 他的旅游业 是强劲反弹 和希腊真的值得一去 真的值得一去 希腊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你真是猜不到 是欧元区的两倍 但是 他的 通胀就接近三年来的新高12% 也是19个欧元成员 欧元区 成员国家最高 但是他赚到钱 说真的 希腊 之前我们也说过 希腊把很多港口 卖给中资 现在人家不仅仅是涨那么多 经济 是吗 不过 真是 令人很担心 其实 这段时间 雅典的街头 你记住 比利时是强劲的 有汽水有多蛋汁 有人BBQ 而且希腊其实经济是挺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希腊经过了欧债危机 他们的民众 跟以前是不同了 以及 工营机构没有以前那么狼胎洗钱 量入为出 当然那些人是很专门的希腊人 因为觉得 默克业搞到我们崖了 我记得当时最惨的时候 很多人真的连网费都交不了 但是你始终 风流有这么久 没办法 民众 其实大家知道 比利时就有人说 我们记不记得 我们轮角 柏林围场就是1989年 1月9号推到的 所以我们比利时 现在 就要推到这个高通胀的柏林围场 两样东西 高通胀 是这个 外部和内部的因素都不一样 是的 你是叫 普京停手 你是叫普京停手 但是又不可能 当然 现在 欧盟俄国家的 领导人真的很担心 你看比利时这么有钱 都有人出来抗争 是不是 而且这么大的工运 其实他们也很担心 为什么我们说 西方都放声 扎尼斯基你也是谈判 真是撑不住 当然他们把口说 你怎样来说 我们都撑到你天方地佬 天方地佬 我估计你是不行的 为什么 他有时候压力太大 你重新大选 你就撑不到天方地佬 第二个政权上来 另外英国也是 英国最大的 护士公会 这个组织 就是皇教护理学会 他较早前也宣布 将会对这个薪酬问题 发起罢工 也是这个学院 记住 是106年成立以来 首次全国范围的大罢工 所以 你想想 一些 我们说过 连校长都罢工的时候 你要想想 发生什么事 连上层的人士都 过不了日子的时候 哪有那么容易 当然我都 觉得 最怕现在的社会压力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比利时 就来到 令到一位 警察离世 一位就是 伤了 其实 在 生活压力之下 就很多 极端人士 或者他 是受到一些 叫做 不好的事情 他们就 当然 这样 当然不行 但是 有些人就这样改变了就开始 有些 古怪的 极端行为 其实对全世界来说 都是很危险的 老实说 这些 恐惧 人士 这几年 事件 收敛了很多 但是比利时突然有这件事 而且 比利时不要忘记 他是 欧盟总部 布鲁塞尔 所以 真的要小心 好 今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